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做这次我们web3gaming的一个分享 我接到这个命题的时候 我自己还是一直很纠结 应该怎么来讲 作为一个产品经理呢 刚才其实前面有好几场 大家也相信也听了很多web3gaming的一些分享 那我今天还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别人问我问的最多的一个角度 就是web3gaming到底是什么 到底能够给我们普罗大众 我们的老百姓 他未来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产业 他未来能够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从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这里有一张图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我从我自身的一个经历 来去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作为一个中年人呢 就是玩游戏还是蛮挺有负担的 就是说一方面 一方面呢就是不像小孩子的样子 能够说我能够长期沉浸在一个虚拟世界中 不计回报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上游戏 有小的家里玩游戏也是很有负责感 老婆会说你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赶紧去照顾小孩子 找个家人又花钱又没什么意思 那从这个里面的话 我觉得是在这里面提到两个问题 其实Web 2的gaming在这个层面上 其实是能够对整个游戏行业 它又带来一种新的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那我觉得就说 首先第一点就是Web 2的gaming的话 大家就说每天都要不耐去刷任务 几个礼拜跟不上 那我有很多的游戏的经验 等级装备都很落伍了 然后我被通说很厉害 但是在Web 3的gaming的情况下 就是至少它是不说增值有多强 但是至少它是能保值的 那我不需要花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在那上面 那我自从就是我玩一下Web 3的gaming的时候 我会很多的和我老婆去分享 就是说我在这个游戏中 我在我抽卡 这个卡它很有价值 我运气很不错 我不光是花了钱 我还能小振一点 那这个我还是带着我老婆一起来 去加入到一些游戏中 她也能够感受到 这个事情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觉得这是可能是Web 3的gaming 未来会带来的一些改变 我最近还是有一款蛮火的游戏 卡罗伊 我还非常的看 惊喜地看到了 它上了游戏的畅销榜 还取得不错名字 13名 这个我觉得是对整个Web 3的gaming 它是有个很大的变化 它从一车二车三车我就参与了 他们上市人我也很熟 新世界老朋友了 我还帮他们去联络了一下 NARCA做一些联名啊什么的 就是我很喜欢它的整个游戏的一个体验 特别是开局那个换卡 这个读要的换卡的博弈 然后怎么去读掉人的核心牌 我自己也是玩的乐此皮皮 那这里就是 我还是觉得就是 无论是Web 3 还是Web 2 它这个晶体系 它这里面 还是有些核心的 一些绕不过去的东西 在玩这个 这个卡罗伊的游戏中 我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 我带着我老婆进着坑马 包括身边的一些人 她就是开钱包到交易 到那个交易卡牌 这中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门槛 那在这个里过程中 其实我们能够 我能够深刻地 从产品的理解上 Web 3 Gaming是Web 3 它扩大 扩大用户基础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它能够让很多的 原来没有参与到Web 3的人 很容易地进入到Web 3 这个圈层中 从而让Web 3的基础 不断扩大 它能够成为一个 很重要的入口和载体 它在整个平易掉 整个Web 2和Web 3的一个门槛 古往今来 就是游戏行业 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变革 端游 手游 现在就有Web 3 Gaming 它其实但是到核心的一个点 就是游戏行业 最重新的一个需求 还是好玩 这个是没有 我认为是始终是没有一个变 没有一个 这块是没有变的 无论是讲我们 这样什么play to end play to own 等等 但是核心如果说 它这个游戏没有可玩性 它的经济体系是循环不起来的 它这里面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那种 让大家愿意去体验 愿意去消费这个场景 那这个游戏它最终 它最终生命力会走完完结 那就是说 大家在这里面 其实也很难长期地去投入下去 所以我还是觉得 就是说Web 3 Web 3 Gaming它未来 一定是有很多好玩的游戏 它也需要 有更多伟大的游戏出来 既不是gamefire 它也不是to play to end 而是真正正正的 我们称之为做 Web 3 Gaming 在用Web 3理念来做的一些游戏 那这里面可能是 有很多的交易场景 比如说我的卡 我有玩一个Web 3的卡牌游戏 那我就不断去养卡 养卡比如说 我今天这个阵营 这套卡组我不想玩了 然后我把它去卖掉 然后卖了 我换一套新的卡组来玩 那这种我才是觉得 它属于Web 3 它的一些核心 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理念 那我也认为说 未来Web 3行业要继续发展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一些 伟大的游戏出现 能够帮助Web 3的行业 进一步的一些 做大做强 2023年呢 全球现在有超过 30亿的游戏用户 现在也有2万多亿的 游戏行业的产业 但是Web 3的产业 它现在游戏行业 最多也就50个亿 我们在这里面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有好的游戏出现 我现在相信这里的 整个的一个 差距会越来越小 Web 3有可能 未来能达到 三分之一的 Web 2行业的一个体量 在这里面 它有很多的一些行业机会 从人口基数上 现在Web 2和Web 3 它人口基数相差 也有几十倍的一个空间吧 在Web 3 能够 Web 3 gaming 它能够带来更多的 一个游戏产业的增量 在Web 3的人口的 一个基数的一个增量 今天在现场我也看到 很多的一些不错的游戏 我们认为是说 在Web 3 gaming这个赛道 在香港真的发生 它有很多的一些 根据可玩性的一些游戏出现 它这个就区别于原有的那种 就是仅仅仅仅是说 我是游戏是个皮 我其实是一个金融玩法 这个时代发生了很大一个变化 那有更加长生命周期的 这个Web 3 gaming的游戏产业 它更加有可能会参生 它也有可能在香港那边 也有更多的一个茁壮的 一个发展壮大 在Web 2的游戏和Web 3的游戏 它都有一套完整的生态体系 和技术 从技术生态到上下游的产业链 它这个可以说是Web 3的游戏 它在整个的一个生态产业链上 是要比原有的Web 2还要大很多 因为原有游戏产业 可能就是说从游戏制作到发行 它到技术到引擎 但是在Web 3的话 它还涉及到一整套的一些链上的 链上的交易等等 很多就是外延会更大 然后它的整个生态会更加丰富 它能够带来的整个经济体系的体量 以及就位的机会也会更多 这个是它的整个新型的吸引设施 能够带来一个新的一种增量 在这里给香港提一些建议 香港去年虚拟资产的宣言 有一年了 我从自己个人的资深的角度来讲 就是还认为Web 3它不等于虚拟资产 Web 3它还有很多玩法 我觉得到最后不能说 就是Web 3的业务到最后 到归结于一个虚拟资产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不对的 它还是未来就是Web 3的社交 就真正正正是应该以社交为核心 社交体验为中心 Web 3的gaming它更多是以游戏的体验 游戏的好玩为中心 它就可以把Web 3的核心的理念元素加进去 但是它最核心的产业布局 还是可以有更加多元化的可能性 在香港的Web 3发展 我认为还是需要有更多多元化的一些产业布局 以及产业发展的空间在 希望能够打造Web 3的游戏 游戏甚至经济以盛世的事业 以人气 盛世的代产业 以人气代产气 这里就有一句 我经常自己在做业务 和就是做游戏和玩游戏的过程中 是会自己会经常会想到的一句话 给大家做分享 当时人类精神 物质与精神受到双重约束 失去理想和自由的时候 人们可以利用剩余的精神价值 在游戏中创造出一个自由的 有序的一个世界 最后总结一下我今天的观点 游戏是人类永生不可 永生终生不可或缺的一个伴侣 游戏是Web 3体验 它入局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入口 游戏也能够成为香港Web 3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点 它会有更强的一种技术的一个倍速的效应 期待我们再看到香港Web 3行业的一个变革到来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